警告 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10點08分 歡迎大家在時針點的新聞過後 再次回到生活同樂會 禮拜五 就是一個比較輕鬆的時間 剛剛我們討論的親子旅遊 那第二小時一同get lucky 讓我們歡迎星星王子 是大家好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對聖誕節快樂 你今天晚上有什麼計劃嗎 沒有在朋友家講明年浴室 真的假的 他們有一個朋友 常常每年都會聚會 然後我要去做菜 然後講星座浴室 我好衰喔 沒有啦 好快樂 王子這應該是你最開心的活動之一啦 因為你可以 因為裡面有包含做菜這件事情 做菜也滿開心的 做菜很開心 但要講運勢你覺得有點煩 不會不會不會 也不會 好因為王子剛剛 對我來說這不是不開心的事啦 我跟你講王子剛剛一進來喔 我什麼都沒講我在化妝 他就說我跟你講 不要問我他們的事喔 對 不要問我他們的事 我不想講 因為你很熱心的在積極進行這件事情的互動 我看到了 我沒有 有很多話語 我是一個字二都沒講 那我只有 我只有去鼓勵 鼓勵那個 徐肖軒啊 徐若軒 徐若軒 對徐若軒 對徐若軒 我只有鼓勵他 因為 就都是朋友嘛 認識嘛 喔 可是我沒有要問你這件事啊 喔真的嗎 對 但你剛剛講了蠻多的 嗯 OK 好回來 但是我覺得剛剛我們講到了一個 Key Point 就是 嗯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再過一個禮拜就2021年了 所以 2021年的第一個月 我們都會希望新年有一個新的開始 有一個新希望 偏偏在今年 2021 我們講明年是2022 2021年其實有很多 整個大環境來說 都有很多的動盪跟變化 對 那到了快要年底的時候 其實感覺 哇 這個 很多 這些事情雖然跟我們一點東西都沒有 嗯 但是我們昨天其實有聊到 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一個 呃風波 嗯 其實還是因為它裡面 蘊含了有很多所謂的集體創傷 因為有很多人會 這個世界 就我說的 它整個戰線是早就拉高到 不是 架勿勢喔 所以呢 呃 這個 這個叫集體創傷 所以你說出來評論的人 說不定我們也有一些創傷在裡面啊 我們就因此而勾引發了我的一些創傷 對不對 絕對會有的 所以 呃 但是呢 王子其實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它還是用星座的部分來看 因為你覺得你就是一個星座評論 星座分析 占星學家嘛 我們是做評論的 你不評論人性 我不評論人性 但是你可以分析 但你可以分析星座 分析人性 好那從這件事情當中 你要提醒什麼事情呢 呵呵 沒有 我們我們剛剛講的 有東西是因為天王星的 這個事情很特別 因為天王星每七年經過一個星座 大概到1984年 嗯 那呃 天王星每一次繞回 經到 經到哪一個星座的時候 對這個星座的人而言 或者跟這個星座相關的人而言 它產生的是一個新的改變 嗯 那偏偏因為這七年 已經過兩年多了 所以未來大概四到五年 啊 天王星現在是在金牛座上面 那對金牛座之前 我就碰到很多金牛座朋友 就跟他們講說 我認為你要特別注意 什麼時候啊 兩年前就開始進來 兩年前就開始跟他們說了 就開始跟金牛座可能講到這個事情 我說 天王星經到金牛座的目的是 要請去做改變 我想天王星經到雙子座 我不會跟他們這樣講 因為創作本來就很容易去面對 改變這個事情 但是碰到金牛座 我沒辦法不說這個事情 是因為金牛座 他還顧守自己認為的 要的那個價值的角度 或是要看的東西 所以他無法改變他過去的狀況 所以對他而言是 他認為他只要用牛角去鑽 他一定可以鑽出一個天地來 所以大家不知道 他已經踩掉的那個流沙 或者泥沼之間 所以他要繼續走出來就很困難 他就很難抽身 所以我一直講說 你要去做新的轉變 好幾次碰到 我都語重心腸跟金牛座的朋友講 那個朋友就點一臉頭 跟我說你講的是對的 因為的確 他們有很多時候 在工作上也好 人生的很多事情上來看 有很多事情的確需要對你改變 然後但是他們有些時候 但因為我想會成功的人 就知道如何改變 你會失敗就會敗在那個 你永遠不去做改變的事情上面 對 那金牛座最大的問題在於 他為什麼不去做改變 這些事情 從過去的角度到現在 如果過去大家 你提供一個完美的形象給別人看到 其實在這個時候 你要了解 不是維持形象的問題 是你過去所做的那麼多事情 給別人看到的東西 事實上你是不是需要 重新來面對自己 我覺得反而是要探討 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也不完全是集體創傷 回頭來講說 我們透過這個事情 因為別人發生的事情是我們的警惕 從來都不是因為別人發生的事情 我們要把別人踩下去 或是把別人踹倒 我覺得別人發生的 是有一些是我們可能會發生的 對不對 那你碰到渣男 你碰到渣女 有一天你也可能會碰到 別人也可能會碰到 所以啊 所以我剛給你看那張圖啊 你知道最近有一張梗圖喔 就跟星座有關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次都在講說 就是小氣 是 就是金牛座小氣 你不要小氣 就不會搞成這個樣子 但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還是一個 這個跟星座有關 你可以評論 金牛座有非常大方的人 不是金牛座都小氣 我們這樣講也不太對 好啦 有非常大方的金牛座的人 非常多 慈善家有很多人是金牛座的 所以我不管 我不管 但這個圖 第一個有很多問題 我要先講 我要先講這個圖啦 這個圖呢 這個圖可能很多人都有看到 很好笑 他就是說 12這個 這個他把 這張圖反正就很好笑 就是有一個 感覺桑桑是一個大 嗯 這個 這個 這個大領導坐在 坐在正中間 很大很大的一尊像 坐在中間 然後就寫著金牛座 然後就寫王力宏 然後旁邊就有一些 小樓裸在旁邊 那有這個左右護法 左右護法 陳冠希是天秤座 另外一個我不講 因為我怕被告 就是牡羊座 白羊座 白羊座 雖然最近都有他的新聞 然後其他就有一大堆 跪在地上的 看起來就是小小的啦 什麼羅智翔獅子座 許智安獅子座 成龍雙子座 無翼凡天蠍座啊 成龍白羊座的 他講錯了 他寫錯了 成龍是白羊座的 成龍是白羊座的 所以他基本上 這個資料有問題 新座名詞都寫錯了 這個有什麼好相信的 欸 對 處女座九把刀 處女座不是 是阿基斯是處女座的 有啦阿基斯這邊有寫 阿基斯 他寫成雙宇座 哇神你怎麼這麼厲害啊 是啊 因為這種東西這樣子 每一個星座都一定有人 有人是坐牢的人 也有人是聖人 我覺得你不能以偏概全 但重點就是說 這張圖上面呢 就寫著 十二星座情感上最後的希望 背負人類史上最艱巨的責任感 摩羯座請你一定要撐住啊 因為這裡面畫的人 這些名人啊 因為他可能也有一些寫錯 不過就是好像沒有寫到摩羯座 因為你沒有看過摩羯座有多渣啊 也是一樣對不對 所以其實渣不分星座 就像垃圾不分藍綠一樣對不對 渣不分星座 呵呵呵呵 所以呢 都有只是 只是沒有看到 因為對啊 因為我們 我跟你講真的很 好像是你沒有看到而已 很多事情沒有看到 所以不需要 但我們之前其實有聊過 就是 感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聊過說 在哪些星座 我們是不是有聊過什麼 最花心的星座 什麼的 還是最 最顧家的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有一集在講 你以為的十二星座 對 十二星座真的都 哪一個星座最怎麼樣嗎 其實好像都不是 其實都不是 對對對 因為比如巨蟹座最顧家 其實並不是 對我要講的就是 以前大家都說巨蟹座最顧家 可是那天那個 王子就說那不是 因為太陽星座只是展現出來 給別人看到的樣子 他希望別人認為他是這樣 但王子那時候就有講 你們是沒有看過很多巨蟹座 其實私底下也是亂七八糟 或者是說他可能 感情方面也很混亂的 所以也不是說他最顧家 只是他在外面想表現出來 那個樣子 好那不管怎麼說 那這一次大家都會用 過去的人可以說對不對 王永慶有四個老婆 怕摩羯座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但因為他是王永慶 就不會有人覺得他是渣 你知道我很多朋友跟我分享 他說他們碰到摩羯座的人 他們認為他可以叫四個女朋友 因為他怕是叫四個女朋友的 他認為他可以叫四個女朋友 其實我說真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很多台灣的傳產 我說傳產就是很大的那種 通常都在南部地區 那些真的很大 但我不方便說的是什麼 他們真的就是都有四個老婆 而且很奇怪都是四個 為什麼 我知道的也是四個 可能宗教的信仰 真的就是四個老婆 然後就有很多的子女 而且其實後面還有其他的 只是沒有扶上檯面 然後呢 然後重點是他們的兒子 大概多半也都會跟爸爸一樣 因為他們會覺得這個是非常 非常合情合理 合理跟正常 我家裡有這麼多的產業 真的是很大很大 那種我不多生一些 我不多一些老婆 多生一些小孩 我怎麼分散風險啊 對不對 搞不好這一門的都不太長進啊 我要靠另外一門的來拉抬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回頭看就是 我們拿星座來說是 我覺得可以不要啦 不要啊 比如說我們拿當 你要專業的研究跟分析 我覺得OK 可是你要把一個星座的人 通通把他看成是壞人 我覺得不應該 真的不應該 因為很多人都會這樣講 就是說把一個星座看 創業座的人通通都是說謊的人 那Vivian就完全被卡進去了 那人家很正直 甚至於人家很光明正 難面對自己要去面對處境 那你就說他對好入座 那我覺得很多事情是 反正就是 好我們從這裡 完全可以看得到王子的立場 雖然他一直說我們不適合評論 但他還是說明了他的立場 哈哈 好那我們這件事情到此為止 那這個就是最近 因為下禮拜就不用聊了 就到這禮拜為止了 OK 那我們接下來 其實要來講的就是 很重要的2021年的1月份 各個星座的運勢 但我們先講個一分鐘 一兩分鐘整體的來說 2021的 222 對不起我一直講成2021 2022 民國111年的1月份 整體來說是一個好的氛圍 讓大家會比較開心 迎接一個新氣象嗎 水星要逆行 哈哈哈 1月14號 打死大家 1月14號 對7點41分 晚上的時候 然後天王星跟金星要順行 因為金星目前在逆行 那你看發生那麼多情感的 撕裂的感覺 然後人跟人之間相互的攻擊 有一個人再來鼓勵別人 然後就被人家攻擊 那這種情況其實也跟金星在逆行有關 那金星在摩羯座逆行的時候 其實談到的很多狀況 就是一些老朋友之間的紛爭 我們在12月的時候跟大家講過 但是金星在逆行時在29號 等於1月份要過完了 要準備過農曆年的時候 他才順行回來 所以1月份看來也是 所以1月份看來不是一個 情感關係的私傷還是很嚴重的 哇塞 聽起來是 大家要小心一點 對 因為很多情感關係 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生很多問題 欸 有欸 真的 我突然想起來 你上次有說老朋友之間的 衝突會比較多 或是莫名其妙的厭惡感 如果現在還是情侶關係 莫名其妙的厭惡感 都還是很多的啦 那天皇現在逆行嘛 逆行之後要順行 所以狀況來看是這樣 那屬於逆行呢 1月18號開始逆行之後 一直到2月4號才開始順行 那所以還好 就是過年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 好 這聽起來喔 我們不只是要在 今年的最後這個月謹慎低調 在明年的1月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那等一下大家各自要注意 哪些事情休息一下回來 我們12星座 20221月份的運勢大解析 這集真的非常重要 一定要認真聽喔 你幹嘛啦我都想咳了 我每次聽到人家青猴龍 我看看我有什麼沒有 還有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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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碰到他 剛好碰到他 剛打個招呼 他非常 就是我們以前 也在節目裡面 碰好幾次嘛 然後呢 然後 嗯 喔好 謝謝 然後我太太很喜歡他 然後我們就碰面 我們就坐下來 他都要離開了 我們就坐下來聊好久 嗯 是一個很熱情的人感覺 你說他沒有價值啦 我覺得 今天可以不喜歡你 說真的 但有沒有價值跟私生活是兩碼事 他婚後其實 婚前是 哈哈哈 好啦你不要講了 你不要講了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你不要講了 我跟你講 我 可以了 真的真的 我們知道多少 對對對 我知道你知道了 叫我知道你知道了 不是說今天他很好 不是 不是我講的是其他事情 你 我講你就是論事啦 不是 你的意思是說你就是論事 真的國師不會告訴他是國師啊 對吧 別人給他冠雨也是啦 可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今天我是 如果我是別人的軍師 我也不會跟你講 我是誰的軍師 我不能講這種工作 沒有啦 我說真的啦 就是也不用特別去說什麼 因為有太多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那 那 在這件事情上 在每一件 每個人 如果今天你要就是論事 你可以針對這一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的話 來說 但是 但是一個大方向來說 我們其實有太多 就是 真的就是多的是 我們不知道的事 哈哈哈哈 好想唱一下 真的 多的是 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 那 如果當你都知道了 這些所有的事情之後 你對這個人的評斷 會是怎麼樣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跟這 跟這個人在這件事情裡面 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辦法分得很開 我是可以分得很開 就這件也許 可能我說 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真的不是他的錯 但這個人真的我也不欣賞 或是 這個人他 以前是怎麼樣 他現在改邪歸正了 但人都有黑歷史 總是會被挖出來 被挖出來被編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 跟每個人看的不一樣 有一些人說 那是以前啊 那是以前啊 那以前的話 就就就以前那些 可是他現在不是啦 對不對 就是哎呀我覺得這個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的判斷 應該是這樣講 對 我覺得就大家就是不要講 但是呢 嗯 王子的意思還是 當我們身負重任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隨隨便便出來 對 用自己的 對 而且我們的聲音是有更大的影響力的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小心 對 感覺沒爆料全部不需要爆了 我沒有爆料啦 我只是覺得 他不是說你 他是說 整件事情沒有需要爆了 就像我 我是禮拜幾說的 我說這件事情應該到那天就要停止了 結果沒有停止 然後就拉出了更多事情 但是真正的主線 在那天真的就停了 真的就是這樣 夠了 到那邊為止之後 我覺得真的就是回歸家務事 大家不用再去講一些 對啊 現在就是看智慧啦 有沒有人有智慧來處理這些事情啊 嗯 智慧高的人 他會發現 不知道性越多嗎 你不知道性越多 你基本上 你沒有什麼好去說的 因為你發現自己很卑微 你還可以有更多的成長 欸我問你喔 嗯 當如果你知道你的好朋友的老婆出軌 你會不會告訴你的好朋友 不會 這是史上它成 10點25分 歡迎回到生活童樂會 今天很重的 最重要的一集 20221月份 十二星座 運勢大解析 我們請到新星王子 是的 要讓我們在2021很混亂的 最後一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 對 做一些心理準備 迎接可能也不是太好的 一月 就一樣混亂 而且這個混亂主要會 集中在人際關係 確實最近人際關係 是一個蠻混亂的狀況 對 那它可能會延續到一月份 那這個東西喔 就會變成 因為十二星座 就像剛剛王子前面講的一樣 每個星座 它有每個星座 固守的點喔 固執的點 那你朋友這些事情 對你來說 那有些星座的人 也許會比較 比較危險 那我們就來聽一下十二星座的 完整的解析 首先我們就從 剛剛說 背負著人類史上 最 最重要的責任 但王子說 你只是沒有看到渣的 或者是你的解讀只是不一樣的 摩羯座開始 摩羯座的朋友生日快樂喔 生日快樂 來我們先來講一下 摩羯座的朋友這個月來看 工作的狀態 其實是在逐漸的轉變 轉變了更好的狀態 因為在去年 其實整個狀況來看 或者事情的改變喔 對他們來說 並不是能夠讓人很開心喔 所以在二零二年的一月份開始 其實整體工作的表現 是有證明影響的 但是有些事情容易卡住 所以你要記住 有些狀況喔 順勢的時候趕快去進行 不要遲疑太久 那而且我覺得 那摩羯座的朋友呢 對於不認錯這個事情 其實常常都會有問題喔 但是因為他們第一時間 不願意看到 不願意把自己認為 處理不好 或者是表現不好的狀況呢 展現出來 那所以我覺得 回頭來看 有些時候去好好的趕快修正 在第一時間 看到別人做好 做對的事情呢 趕快修正 然後讓自己也能夠跟得上 我覺得 我想在一月份是蠻重要 否則 當水性逆行之後呢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 過去所沒有處理好爛攤子 從未跑回來 很麻煩的 好 那在感情的部分 感情的狀況 因為精心持續在逆行 所以對摩羯座的朋友來說 這段時間 感情上的狀況沒有辦法 就是不退為 就是反而是往後退的啦 就是沒有禁為反而往後退 那所以這段時間 要往前進也很困難 那因此在感情的表現上來看 如果你不再自己不熱情積極喔 其實事情就很難改變 那如果你是保持在沉默 或是保持在一個被動狀態的話 那你要有感情的發展就不容易啦 那如果已經結婚的朋友們要注意到 這個時候有一些誤會 如果你放在心裡沒有說出來 沒有解釋清楚 那會讓這個誤會加深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也是一個容易有誤會發生的一個時候 是不是十二星座在一月份都會這樣 到沒有 到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水瓶座 水瓶座朋友呢 這一個月 因為生日前一個月 所以我們常常講到提醒大家 生日前一個月一定要特別注意 低低喔 因為它的循環當中最後一個月 那最後一個月本來就是要反省嘛 那對於水瓶座朋友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有些時候不太有機會 表現出他們的反省啦 那但是在工作上就有很多事情 的確是一些狀況 可能就是因為你沒有重新檢查 自己過去所犯的錯 那當然水瓶座可能 水瓶座可能會告訴我說 我怎麼會犯錯 那沒關係 你自己心裡明白 所以我來講 我要提醒就是說 有時候事情的發生 這個事情一定是過去的時候的事情 哪些事情造成的 這是因果關係的果 那所以這個月在工作上很多 有些果的事情要發生 不過畢竟這是過農曆年前的一個月 所以很多事情的發生 也可能會覺得年後再去解決 可能會覺得我覺得不應該 因為現在這個1月份發生的事情 趕快在1月解決掉 以免到了2月之後才能變成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要提醒一下 好 就不要拖 不要拖 對 水瓶座有時候有一些事情 我覺得水瓶座 因為水瓶座很聰明 對 他會覺得有些事情 其實他處理得非常好 但是遇到一些事情 他覺得很煩 所以他可能就會先放著 應該是說認真回頭去看自己 是個事情發生錯誤的原因在什麼地方 對 好 那再來情感的部分 情感關係就一直有 就是有一些曖昧可能會浮上檯面 那這些曖昧浮上檯面的時候 你就要留意你是不是有能力去處理它 如果有沒有能力去處理它 可能會破壞這個曖昧的關係 因為這個曖昧的關係也許是朋友 也許是同事 可是這個曖昧的關係如果突然間打破了 變成一個實質的情感關係的時候 可能對你而言不見得你有機會處理它 為什麼有機會說不見得會把它處理得很好 那反而會破壞過去兩個人之間的 原來的關係跟一歐一歷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比較麻煩 所以曖昧也許是好玩的 不能講不能說好玩 曖昧也許是一種情感的交流 一種心裡面的感受 可是有些時候在這個互動上面 變得太直接之後 也許你可能會往後退 才發現這不是你想要的 所以這個月在面對情感上 有關於曖昧關係上面來說 要謹慎一點 不過雖然是有表現浪漫 還是滿必要的 而且要到位 有些時候水瓶座表現浪漫 沒有問題提這個可愛 可是有些時候可能對方沒有 不想要 或表現錯了 到對方不開心 好 這個要留意一下 好 這是水瓶座 再來我們看一下雙魚座 雙魚座在這一個月的 因為木星已經進到雙魚座了 所以嚴格上來說 因為木星會加速 因為到五月份的時候 木星就已經進到白羊座 所以一開始就會跑得很快 那既然跑得很快 所以白羊座 對不起 雙魚座的朋友 在這個時候要特別注意到 很多事情不要覺得說 因為雙魚座 最大的問題是 脫 脫什麼呢 因為農林就要到了 沒關係啦 農林過後再說 沒關係 三月也要到了 三月再說 就每一個月脫 脫 脫到最後 今年過完了 所以一月份一開始 很多事情就已經要去執行了 而且很多想到的東西要去做 早就該去運作它了 所以一月份一看起來 感覺起來很多事情 在做一些新的變化的時候 要趕快抓著這個變化 去執行它 成效就很高了 那在情感的部分 情感關係的話 這段時間 可以設法再跟一些 過去很久沒聯絡的朋友 互相聯絡一下 情感關係也是一樣 回到原來情感關係的初衷 或者說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把過去的情感的那種 過去的感覺拿出來 回頭來重新再加溫 這也可以幫助情感 在這段時間的互動 變得更正面 好再來我們看看白羊座 好 白羊座朋友這一個月來說 工作壓力會非常大 因為很多事情 你工作完了 你覺得你做得還不錯 可是回頭一開始 老闆覺得不是這樣子的 或者說你做了那麼多之後 你自己閉門召軍 自己想了去這樣滿好的 就往前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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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過去才發現你跟別人做的不一樣 所以這個月有時候就是做完之後 回頭看一下 大家在幹嘛 我知道什麼樣的狀況 跟人家再把你討論一下 可能可以解決一點問題 這個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因為東方跟西方的關係 西方的話真的是 在國立的1月1號開始 還是一個完全新的開始 可是因為我們習慣是做農曆年 所以我們其實在1月份的時候 很多事情 這到底我覺得有時候1月真的是一個很奇怪 每年我都會覺得是很奇怪 對 以年度來結算公司的年度來結算的話 其實是到12月31號 我們上個月 我們上個月的業績就是 去年業績是不是做到這樣 可是照理說應該是一個新的開始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好像在元月 就不是這樣子 很輕鬆 很奇怪 很怪的氛圍 很怪的氛圍真的 對 白羊座的感情 白羊座我們來講一下感情 感情來說的話 這段時間 特別要注意到我們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一些老朋友的狀況 這段時間就是情感關係上面 不要把舊的傷口拿出來 舊的傷疤不要揭開了 這樣講好了 那有些時候因為情感關係上會交流 難免會有一些過去哪一些人做的不對 或自己做的不對 或對方做的不對的事情 那有些傷疤接得太多之後呢 其實這個傷害會重新跑出來 那這個影響還蠻大的 這個要提醒一下 那這是一個 再來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白羊座朋友在這段時間 面對很多事情 有些情感關係 本來就有一些立場 那把自己原本 要面對好的情感關係的立場 跟責任照顧好 我想這個是在一月份 還蠻重要的事情 你根本就是在對某人喊話嗎 沒有啊為什麼要喊話 不是這個超級明顯的好不好 沒有 這個形象就是這樣子 你叫我說什麼呢 你騙人 我沒有騙人啊 所以所有的白羊座最近都這樣嗎 因為 不是這樣子 的確 老朋友很好 可是有些時候因為白羊座 你講的話很直 可能做很多事情會突然間 山羽你最近有嗎 你看他也搖頭了 他也沒有還沒到音樂啊 而且現在精心才剛剛的逆行 你知道 就沒有耶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影射這個事情 因為 我們沒有影射 我們覺得是你在影射 我沒有 好啦白羊座的朋友 王子真心誠意的建議 絕對不是針對某位 特殊的人士 成龍嗎 成龍大哥 對啊 幹嘛把成龍丟給我們雙子座 明明他就白羊座 好 進入到金牛座 好的 好 那金牛座的朋友呢 這一個月來說 我覺得這個時候 要他們 我覺得 好難喔 好難喔 我們必須把 我們必須讓大家 把這兩個人先丟開 先丟開丟開 我們單純去看這個事情 你就單純從心向上來看 其實我們剛剛在講白羊座工作 也是一樣啊 對 只是講到感情之後 真的沒有辦法會讓大家 其實金牛座的朋友 其實在這個月工作上是順心的 你是說在一月嗎 明年的一月 應該是順心的 為什麼要順心 因為很多事情 有點捨到前來 而且很多事情是 就是貴人運還不錯 那當你發現事情 好像 明明別人把你這個 這個成績端走的時候 又發現別人把你端回來了 所以這個月其實 是正面的 所以回頭來講說 很多事情 也許會有很多 蠻正面的表現出來 那你不要氣冷 因為很多狀況是有很多好的 氣冷好像安慰誰一樣 不是 不是 我是說這樣人金牛座的朋友 不要被另外一個金牛座的人 影響到我們都覺得好像很親 不要這樣子 我們要很認真 因為你所做的事情 在工作上會有好的成績 對 那別人把你拿走 那只是一時的 到最後你要還 可能會通通還給你 所以你不用想太多 你就照著你的本分 去把原來完成的工作完成 也就好了 所以金牛座還是提醒一下 就金牛座的朋友 其實在一月份的時候 還不錯的 還不錯 整體運勢是還不錯 那情感的部分呢 情感 這段時間情感關係 其實是有很多互動上 必須要從別人的角度去思考事情的 那現在從別人的角度去思考事情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太 從自己的角度去頑固的 固執的去執行 那你要從別人的立場來思考 那我覺得從別人的立場來思考 這個是金牛座 其實滿欠缺的這件事情 同樣的你在跟別人互動 尤其是跟對方在交流互動的過程當中 你要把對方有興趣的話 先拿出來講 不要老實說自己想說的或者不說話 我覺得金牛座很大問題是 回應不回應 然後回應錯 我覺得回應的不好 那都會造成一些誤會 因為你平常不擅長做回應的時候 這是問題 我沒有在說他 我跟你講 聽我朋友你們評評理 我有冤枉王子嗎 他根本這兩個星座都是在那個 不是啊 針對某個人在做喊話 唉唷 唉唷 好啦金牛座要注意一下就是 站在別人的立場想事情 對 這個說真的啦 撇開最近一個新聞不談 金牛座確實比較欠缺這個部分 是的 情感關係上面的 有些人會缺乏互動 不互動就麻煩了嘛 好 所以 對 這個是王子 在金牛座方面要給大家的建議 一月份 好的 好我們進入雙子座 雙子座來看的話呢 工作上 還是有些事情有點難判斷 難下決定 那當然很多時候這段時間 因為12月開始一直到1月 工作上的職能的表現 你很用心想去做的事情 可能會被人家 衝康 衝康 對 很多的挫折其實是莫名其妙產生的 所以這段時間對於工作上面 有一點氣餒 在這個 那一月份又會特別明顯 那所以這段時間 就變成衝康座的朋友 可能要稍微低調一點 不要那麼的衝的太快 然後呢稍微控制一下自己 在工作上面有的時候 所以可能 當別人往前衝的時候 我們往後退 看 往後退都看一下 衝過去會不會怎麼樣 那我們因為反正衝康座 速度很快嘛 當別人往前衝 發現有一點問題的時候 我往後退至少安全一點 等到我可以衝的時候 往前衝 就會超越別人嘛 因為我知道前衝路該怎麼走嘛 所以這個月稍微 稍微明哲保身一點是好的 工作上 沉淺 所以雙子座的朋友 從12月到明年1月 其實不要衝太快 是是是 那這就是我之前在講的嘛 就是說 如果當你遇到了一些挫折 或是一些你覺得 沒有辦法掌控的事情 是 到底應該是要 鼓起勇氣披荊斬棘給它過去呢 還是要停一下 想一想 休息一下 或者是往換條路走 有時候就不知道 到底應該要往哪一個方向去比較好啊 所以這個時候 還是要看運啊對不對 上升星座的運就變得重要了 真的啊 因為大家搞錯一個觀念是 太陽星座是告訴你發生什麼狀況 上升星座是你要知道 欸我破壞這狀況以我的立場 上升星座提供你怎麼樣去執行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欸那王子我想請問 我們每一次聽你在幫我們做每一個月的 星座運勢的分析的時候 其實我們除了聽太陽星座之外 我們也可以想一下我們的上升星座是這樣嗎 不行 不是這樣看喔 不是這樣操作的 操作模式不同啊 哎呀真是 所以我們就只能 只能談 我們只能談外在環境發生的狀況 然後用你的星座個性來思考 你怎麼樣用你的個性來解決跟處理這個問題 好 那剛剛雙子座還有 剛剛講到了整體運勢的方面 可能稍微低調一點喔 那麼明哲保身雙子座 那明年醫院的雙子座感情運勢如何呢 佔有欲持續提升啦 所以這段時間 某種程度面對親感關係上面 會有很多難以割捨的情感出現 那這時候難以割捨的情感關係出現 就會使得雙子座可以回頭去想一些 過去情感關係所發生的狀況 然後回頭來看看目前情感關係的表現 對 所以有些時候就會變成 會有點懷念起過去的對象 這個要小心一點 因為雙子座的朋友其實 回頭的機會也不算低 那這個有些時候就會產生一些寂寞的感覺 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 可是我覺得這個月 因為經濟性不斷地往前逆行 往後倒 所以相對的也對於雙子座來說 這段時間情感關係 就不應該回頭去看那些 過去的不好的 或者是沒有成功的情感 因為他也在提醒你這些情感關係 沒有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那所以不要再 不要回頭去想這個事情 應該要更看到的是 這個經濟性逆行結束之後 你有新的情感關係可以運作 這段時間重新給自己找到一些自我的檢討 然後呢 甚至於珍惜現在已經擁有的情感 我覺得才是重要的 好 所以雙子座簡單講 那個一月份不要就情復燃 就這樣子齁 剛剛講的這個總結一句話就是這樣 好那我們講完六個星座 接下來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我們繼續講巨蟹獅子 處女天平天蠍以及射手座 進不進去 出演 是雙魚啊 是雙魚啊 雙魚座啊 對 雙魚座剛剛的感情是怎樣 不過他的狀態不是感情 他其實是已經影響到他整個 嗯 其實每個人都是除了李靖蕾以外 嗯 李靖蕾是一個人際跟感情 可是其實對於王力宏跟 所有學員跟其他相關的事 嗯 都是整體的 嗯 謝謝喔 白羊座的感情 剛剛講過啦 欸我也忘了耶 喔 白羊座的感情怎麼了 剛剛是說不要再去翻舊帳的意思 是不是 嗯 剛剛白羊座的感情 喔 沒有啊就是感情有一些自己的立足點跟立場嘛 那 不要去 不要去撕裂太多的窗疤 對啊 對就是過 因為有些時候白羊座喜歡玩耍 嗯 嗯 就是說欸 就是把你過去可能所做的一些事情回頭來講 欸你看你上次是不是做什麼啊 跟你講 就把這個事情再當作我遊戲來做 可是遊戲過了頭就會過火 就是街倉巴 欸好像蠻好玩這個 欸一街 哎呀 怎麼那麼嚴重 就可能把一些舊的問題變得更嚴重 更傷害更大 不過在這裡我講個題外話齁 嗯 我覺得昨天那封信可以不需要了 真的 多了 多了 有那什麼信 我沒看 完全沒有跟這件事情 完全沒有跟這件事情 對對對 我覺得那封信有點多了 真的 我看完之後我就覺得多了 雖然寫的還是蠻好的 但是多了 就是感覺就是 會 會 會 讓人覺得他又在 就會覺得說你好像在解釋很多事情 你沒有辦法接受別人對你的批評 所以你開始解釋嘛 對 那那也沒有錯啊 就是因為他如果他開始被罵或什麼 他當然也會想要為他自己解釋 嗯 但 但那封有點多了 嗯 我覺得啦 所以這件事情來看我覺得多了 處女的工作待會就會有囉 嗯 你等一下剩大概十分鐘 可以啊可以啊 應該可以吧 我可以 我一直都可以 對 欸我們講明年運勢最好的星座了嗎 還沒耶 還沒耶 不是我們要錄這部節目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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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那一集 去年也沒有 所以我們 去年也沒有啊 我們現在都 就比較好 所以我約下來那個 一月的那一集 嗯 對 一月中啊 一月中啊 明年運勢最好的是 明年運氣最好的 整體運勢最好的 嗯 都沒有 我覺得好棒喔 你知道嗎 應該 我覺得這樣子的公平對待是最好的 公平 明年運是最好的竟然 王子說沒有 因為應該是要水象 可是水象從來不積極 所以基本上他的運就沒拿到 所以他不會更好 我覺得你好 我覺得你這樣講好 好有道理 有幾個問題嘛 水瓶座也沒有好 因為水瓶座進到一個他不擅長的環境 金熱座也不好 也進到他一個不擅長的環境 雙手座也不好 白雙座也不好 白雙座也進到一個不擅長的環境 雙手座也覺得很悶 為什麼我要去面對這些事情 所以每一個的環境都不太對勁 所以沒有什麼好 我跟妳講王子真的是神 我真的覺得王子是神 王子任何事情都講得非常道理 我只是覺得疫情會好一點以外 其他都不好 對 所以 這個 很難 好難 我們1月中會講是不是 1月中 1月7號 1月7號講這個嗎 對不對 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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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就很精彩了 上半年就很精彩了 上半年很精彩 下半年更可愛 更可愛 更可愛啊 對 我很自在 你趕快把手環做出來 你快一點 已經做完了啦 已經要生產了啦 10點45分 歡迎大家回到生活同樂會 來我們趕快來進入這個 1月份 還有6個星座 沒有幫大家來做解釋 新鮮王子 我們現在開始進入巨蟹座 好的 巨蟹座評論這一個月來說 因為每一年的1月2月 都是巨蟹座朋友 其實感到傷感的感覺 傷感 當然因為我們來看 以華人來看 過年 都在這個時候 過年不是挺好的嗎 對挺好的 可是過年要做什麼事 要打掃 打掃嗎 整理嘛 要丟東西對於巨蟹座來說 最痛苦的事情 好可愛喔 你知道就很可怕 然後一些事情 必須要重新整理 那就覺得很煩嘛 但是工作上來說 這段時間我必須講 你的工作有很多事情 也是要有取捨 你不要都拿回來 你都拿回來 你都不會做嘛 你完成不了嘛 所以這個有很多事情要取捨 做你能做的趕快完成 成績就出來了嘛 你還不能做 放著不要管它 不要拿去給人 就給人家就好 不要一手通通南瓜回來 我絕對不要 工作上就這樣 比較簡單一點 先把能夠執行完的工作 趕快執行完 這是最保險的事情 好 好再來我們去看一下 感情的部分 感情來說這段時間是被動的 相對的很多事情 在運作的過程裡頭 絕對不是 你覺得你想要怎麼做 就可以完成的 那既然是被動的 那你就客觀 你就接受很多事情的安排 這樣就簡單了嘛 所以具體做朋友 其實這一個月 我完全認為 就是聽由他人擺佈 什麼話 情感關係 但是這個時候 你不要太過於主動 因為主動情感關係 也不見得會有幫助 而且你可能會失望 最大問題是失望 好 那獅子座的朋友 獅子座的朋友 在1月份的時候 其實回頭來講 因為每一年的過年 2月3月其實 並不是獅子座開心的 可是過年這個氣氛 讓獅子座很開心 所以獅子座很難 在2月份過不好 但是在1月份在做什麼 1月份很忙 說實話 工作上的很多狀況 非常的忙碌 那既然是忙碌 順著忙碌節奏 趕快一步一步完成 去年一整年 幾乎沒什麼事情好做 也做不好什麼事情 那這個月好不容易有一些孕 在這個接 這個接壤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事情 發現你可以去掌握了 趕快把這個掌握好事情去完成 對工作來說 正面幫助 情感的部分 情感也辛苦一點 因為這段時間 情感關係的工作上面 有很多的事情 是一點芝麻綠豆的事情 就可能炒起來了 那這一增值起來 因為事實會很堅持自己的立場 那還堅持自己說話 說話的態度 就會忽略對方內在的感受 那對方就會生悶起 或對方就變扭了 那事實座可能還看不清楚 所以這段時間千萬記住 你可以討論一些狀況 討論一些事情 但是呢 芝麻綠豆的大事情 其實回頭一想 它根本是沒有重量的 我們還為這個事情爭執 讓兩個人情感受傷 我覺得是沒必要的 稍微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好這個 這個事實座感情的部分 感覺是滿麻煩的 對 就要稍微注意 是 好來我們看看 處女座在明年一月份的整體運勢 是 其實處女座在一月來說 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工作上有很多滿正面的 所以如果你在一整年 都去年一整年 我講今年一整年 都沒做好什麼事情 我覺得在新人一年這一月份 趕快去把這些事情 趕快去回鍋 重新把它做得更好 做得更棒以外 你要知道因為新人一年的運 對於處女座來說 不太友善 而且這不太友善是 別人在決定你很多事情 處女座最討厭別人決定你的事情了 所以這個月你還有很多決定 可以去把一些事情 好好的發光發亮的時候 趕快去完成它 不要自己坐在一個地方都不動 覺得說我在執行上來看 我已經做得很好 做好行程很多準備了 很多準備是你沒有辦法想像的 所以這個月在工作上來看 積極的去進行你很容易 展現出來的好的工作 好成績的一些工作 把它完成 在情感的部分 情感關係也不錯 但是我認為有些時候 你喜歡一個人 因為處女座喜歡一個人是很真實的 那大家以為說 其實他是不善想進到婚姻的 可是實際上處女座是 最認真面對婚姻的人 那所以不管是婚姻也好 對情感也好 你認真很重要 那既然是認真 回頭一看 你為什麼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一定有一些認真 不要被生活當中一些小的細節 給擊垮了你們之間原來的初衷 我覺得應該回頭看過去這個事情 把過去的事情拿回來思考 我們為什麼以前可以過這麼好 過那麼開心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用過去的角度來看待 現在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會簡單很多 嗯 不過對處女座來說 可能比較難一點 這一點 但是要試著這麼做 因為真的 真的我瞭解 因為我剛剛在講 其實你每次講的一些話 十二星座都適用 可是為什麼你會特別提醒這個星座 在這個時間點要 可能因為 而且也對他來說或許比較難 對 也許別的星座這件事情 就沒那麼難 比較容易 好天平座來看看 天平座在一月份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事情必須要做點準備 因為做到準備的關係 很多工作上面 就不能夠太急著想要強調表現 那你急著要表現的時候 你發現你根本準備不夠的時候 你反而會失望 那就反而會變成你在表現上舉起不定 然後甚至於在很多時候 受到他人質疑的時候 你會過度捍衛自己的狀態 那你當然過度捍衛 其實反而就變成說你自己也心虛的 所以這個月就記住很多事情 在工作上面做好準備 把所有事情先準備好再去執行 開會前做準備 跟別人討論事情前做準備 執行什麼工作前做好準備 就這樣 好情感的部分 情感的話 這段時間不安全感非常多 常常可能會碰到一些事情 有一些讓你感到不安 感到不對的狀況的時候 讓你在這個時候 有一些不對的表現出來 那聽說其實維持平衡都沒有問題 只要突然間失去平衡狀況的時候 那個表現就會讓他自己覺得 我怎麼會做那麼糟的行為 做那麼糟的事情 就整個狀況就會差強能力 所以整個連人生都會突然間 很難平衡回來 都要花了好幾天 所以這段時間 情感關係也是一樣 那所以不要在那個瞬間 就是突然去決定 去結束一段情感關係 或者那這個一段 做出這個決定 事後後悔就很麻煩 所以這個也很容易 所以在情緒上不對勁的時候 說出一些不該講的話 我覺得這要提醒一下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天蠍座 天蠍座朋友這一個月來說 工作的狀況還滿好的 因為整體的狀態的環境變化 其實對你來說 你會看到一些新的工作契機 但是因為天蠍座朋友 新的一年應該講 是要站在光明面去思考的 所以你這個月 碰到一些狀況產生變化的時候 不要視而不聞 不要看他當作沒看到 有的時候這個事情的發生 對你的目前工作之間 是有正面幫助的 所以順時去做點調整是好的 尤其看到別人把事情搞砸了 你就知道這個事情 不能這樣搞嘛 所以你自己要懂得 怎麼樣把這個事情做好 做得更正面 好再來就是情感的部分 感情還不錯 因為這段時間 其實彼此之間的交流互動 是增加的 那所以天蠍座朋友 應該多說點話 應該多表現一下 多三八一點 我覺得都挺好的 因為天蠍座就不太會三八 三八一點其實對情感關係 會有正面幫助以外 還能夠調情嘛 是調戲都可以嘛 所以我覺得沒問題的 OK 多點生活情趣 但是因為天蠍座有時候 比較悶 所以王子說多講話 多講話 射手座來看看 射手座朋友呢 在醫院的時候啊 工作的狀況相對穩定嘛 可是他們很討厭穩定 說實話 因為太過穩定 會讓他想要去做點不同的事情 來改變這個狀況 我跟你講 小心化蛇添足 其實這個你做到這裡很好了 你再多做個別的東西 就毀了你懂嗎 所以要記住 千萬不要化蛇添足 做夠好了 可以了 我覺得OK了 好嗎 好 那再來情感的部分 情感關係 維持幸福感覺 還是一樣這個狀況 可是因為 雖然是一樣維持幸福感覺 本來就不太對 是因為你表現的 想要表現這個樣貌 對方搞不認同 所以你必須要從對方 也想要得到情感關係的 那種幸福感官去發展 好這樣才會做出正確的一些表現 也因為情感關係 所以你要記住 情感關係是維持在穩定的狀態 所以你自己不要把自己搞砸了 就不要去 那個又去接觸到別的情感關係的狀態 你這個要小心一點 好 那我們十二星座在 2021月份的一個 運勢的解析到這邊呢 已經都很清楚的跟大家說了 那總之我覺得最後還是有一句話要提醒的就是 從十二月一直到一月份 可能這兩個月來看起來都是比較低迷一點點的 對 那混亂的部分可能集中在人際關係的部分 這個人際關係還很多 對 也許是你的感情 也許是你的跟朋友之間 或是職場上的相處都有可能 那盡量就是多注意 低調 可能能夠幫助大家 除了過一個 展開一個新的這個新年之外 還有農曆年也是一樣 對 一月過完就是要準備農曆年 是的 那個我們一月中的 我們是一月中嗎 我們一月中的時候 七號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明年度的 2022的一個整體運勢 那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剛剛有問王子說 那最好的運勢是哪一個 落在哪一個星座 他居然跟我說沒有 沒有欸 哇塞 那你說這接下來這一集 還能不好好聽嗎 所以大家都可以拼第一啊 欸 另一個方向想 這樣想不就好了 好 那今天最後我們來聽一首 盧廣仲的歌曲 雨時多雲偶正情 那在這裡喔 我們的節目要說 拜拜 那最重要的是 今天是一個Christmas year 希望大家能夠非常的開心 溫暖的度過 今天這個明天這個節日 但是明天早上很冷喔 提醒大家明天清晨 非常非常的冷 那今天晚上在歡樂的同時 也要注意低調 好的 不要出事對不對 不要出事啊 謝謝王子 謝謝大家 聖誕快樂 拜拜 下禮拜一早上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了